在這裏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整個個例子 所以說醫生怕醫生 做頭罪怕療療 所以在家醫科除了看一些慢性疾病之外 還有一些感冒、腸胃炎 其實一些慢性咳嗽的病患其實也蠻多的 接下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50歲的陳先生 他來門診主宿是說他可能一個禮拜 於是就來到我們家一個門診就醫 在站之前是說他在一個月前 就是有感冒的現象 然後在外面的診所就醫 治療後其實就是症狀到處都有開診 但是還是有咳嗽的情形存在 然後他又去看了其他家診所 看了好幾次 然後最後就還是來跑到我們家醫科門診 那他的過去病史的部分 本身並沒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壓 除了一些就是去診所拿的藥之外 其實沒有吃其他的藥物 那本身也沒有抽菸、喝酒的狀況 那為什麼會來加一份門診 主要是他擔心他自己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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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門診的時候 我有幫他安排了一個 一種護衛食狀檢查 那檢查 檢查的結果是沒有明顯的異常 那陳先生除了咳嗽之外 其實他有伴隨著 就是他喉嚨可能會有一些疑問感 然後經常會覺得有點緊緊的 那除了這些症狀 其實他有時候會覺得吃東西 會有上腹悶痛的狀況 然後胸前也會有一些著熱感 不適的情形 那這時候可能就懷疑他可能是一個 餵食道應有所引起的慢性咳嗽 就給予適當的胃膠還有一些藥物治療 那一週後回來症狀有一些改善 那咳嗽其實他是一個身體的保護機制 他是為了維持呼吸道的暢空 呼吸道內的受體如果接觸到刺激後 就會活化相關的神經 傳回大腦發咳嗽 然後以快速的氣流 將一些抑鬱排除 所以咳嗽的功能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防止吸污的抑鬱 第二個是促進呼吸道分泌物的排除 那至於咳嗽的急轉 主要是刺激物、刺激道、呼吸道的感受器 那那些刺激物可能包括痰液、分泌物 或是一些吸入的異物或是腫瘤 或是一些腫瘤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可能引發咳嗽的 接收器的頻率降低而引起咳嗽 那我們要怎麼區分它是急性還是慢性 一般的話 我們是以三星期為界限 如果小於三星期就是一個急性咳嗽 那大於三星期就是一個慢性 那一般的話感冒的話 病程大概一週內就會慢慢恢復 那嚴重的話 尤其性感冒可能最多也是拖到一個禮拜 如果症狀差不多三個禮拜 可能就是比較屬於慢性長期的咳嗽 那現在簡單介紹一下慢性咳嗽常見的原因 那最常見就是 上呼吸到慢性發炎及遺涕倒流 那這部分大概佔了百分之六成左右 那第二場見就是漆喘 那這類病人大概有二到三成 那第三就是衛視道立流一到兩成 那慢性肢氣管也大概有一成左右 那其他比較少見像結核菌感染啊 慢性被病變啊 或是一些 就是血管臟低素轉化每一支劑的降水藥藥物 或是因為憂鬱或是焦慮所引起的心心咳嗽 那上呼吸、慢性發炎這類的病人 通常就是本身症狀一定通常會發有痰 那癌痛的時候就是會有 就是濃痰啊 會發燒 那鼻涕倒流的話 就是鼻涕 就是有後鼻腔流至喉嚨的部分 那這類病人就是喉嚨就會感覺會有一些異物感啊 然後你會覺得這類病人在整間就會一直在有清喉嚨的動作 然後或是因為喉嚨培養 然後就會有不自主的咳嗽 那在檢查部分可能就發現這病人的咽摩上 可能就會像鵝鵝鵝鵝鵝般的 就是在咽喉的咽嚨上 就是會有白白的 一顆一顆的存在 那這類病人通常就是在白天咳嗽的機會會比較多 那氣喘的部分就是 它主要是止氣管或是過度的敏感 那一般就是會發生在半夜啊 清晨啊 或是劇烈運動後 咳嗽最為厲害 那有時候其實也會有一些白色透明的彈衣 那如果咳得比較厲害的病人 可能就會有一些 呼吸感就會有一些鬚鬚的喘吟症 那接下來再介紹一下胃食道利油 其實它是非常常見的疾病 但是在寧床上我們經常會被複裂 那可能這些症狀 病人的症狀可能會有一些 胸口折肋感啊 胃酸液有上腹部不舒服的狀況 那腎衣有時候會塞啊 紅蓉有異污感啊 會覺得緊緊的啊 會一直響氣喉嚨 那嘴中可能會有一些 酸胃或骨胃的現象啊 那通常都會在夜晚會有乾咳的狀況 那有時候會吸入一些症狀 吸入一些症狀而造成起床 這是比較簡單的是 民眾可以藉由說 這七大指標來檢查 自己是不是有胃食道利油的狀況 可能第一個就是 胸口濁了微症狀 喉嚨有異物感 咳嗽、口臭、緩除現象、心臟病 那至於胃食道利油引起咳嗽的急轉 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 酸一在原端咳嗽到刺激 就是刺激到咳嗽傳導神經 引起咳嗽 那或是酸性物質 就是跑到疾管引發咳嗽 那可以看到這些組 就是下面第一個是 一般吃東西就是會經濕到 然後經過下食道投液機 然後進入胃裡面 然後可能第二個組 就是會呈現一些胃酸 那如果出了問題的話 可能就胃酸就會跑到食道上去 然後機身可能會引起食道受傷 那造成胃食道利油發生的原因有很多 其實最常見的就是食道末端與胃連接的噴門 脫液機的功能不良 那這個原因大概佔了八成 那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可能會吃一些飲食或藥物 然後可能就會造成胃酸分泌過多 那或是食道蠕動障礙 或是一些長期脂肪移位管的病人也容易引起 或是胃排空障礙 或是一些腹力要增強 比如懷孕或護水 或是一些比較喜歡穿緊身遺物都容易造成 然後或有一些食道裂孔生氣 或是他這類病人是屬於就是比較壓力 然後生活做起異常 那至於其他原因的話 可能比如像遺傳因子 如果自己有或是親人 如果親人有的話 自己得到的機會其實也比較高 那第二個是肥胖 那可能就是嚴重程度就會 跟你的體重層最相關 那另外抽菸的人也要注意一下 那因為他可能會造成下食道過夜期的壓力 還有脫衣綜合效果 的胃酸的效果會降低 然後引起胃食道逆流 那診斷的部分其實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診斷 那我們一般床上都會使用一些 氫抑脂棒補的抑制劑來測試 那一般的話是會給病人大概一兩個禮拜的藥物 那通常給這類病人通常 都會改善 那改善之後 如果把他停藥的話 症狀又復發的話 這時候就可以把他診斷 一個 他是一個胃食道的逆流 那或者是他再來 第二種方法就是測試胃中的酸檢值 他主要是在 就是 食道的下骨葉肌上方5公分放置一個墜墊 然後去偵測他的酸檢度 那這個是比較有侵入性的 那一般也是會比較少 比較少做 那第三個就是使用一些胃精 那直接就是用 胃精下去看 那個 就是 食道的狀況 這個圖可以看到是正常的 其實是 黏膜都是非常順順的 那如果有發炎的話就是 這是發炎食道 所以有看到一些 就是一些 迷來的情況 那嚴重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 潰流的情形 那怎麼去治療 那我也知道 治療首先就是 第一步驟 就是要著重生活 形態的調整 那這時候可能就是要建議 病人說 你吃飯的時候動作 就是 吞咽的動作也要慢一點 要慢慢吃 然後如果有抽也可久的畫盤 就是要建議他 不要接鹽戒久 然後可能要減少一些 就是會引發 胃食道的食物 等下還會跟各位介紹 那盡量 就是盡量建議病人 就是少要多餐 然後不要暴飲暴食 然後吃完飯的時候 就是不要地基停堂 那盡量也不要吃宵夜 那太胖的病患 就是要建議 建議他減肥 或是睡覺的時候 將枕頭抬高 就是15至20公分 那如果生活調整 就是可能效果不佳的時候 第二階段可能 才會考慮到 藥物治療的部分 那一般的話 可能就會給他一些 一些磁酸劑 嚴重的話 可能會給他一些 第二型的組織 瘦體解抗劑 那其實這個藥物的 治療效果 大概有五到七成 那同時也會給他一些 就是腸胃蠕動的促進劑 那嚴重的話 可能就會給一些 輕離子包括一致劑 那效果就是 可能可以達到八成 當上述的治療失敗 就是藥物治療失敗 或效果 就不佳的時候 可能這時候 可能就要尋找 外科醫師來動手術 或使用內視鏡 來改善下食道過夜肌的壓力 那剛剛有提到 就是 有哪類的藥物是 比較容易造成 就是會食道淋流 如果有 那主要的是 有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 它可能就會降低 下食道過夜肌的壓力 那可能就會 比較容易引起 會食道淋流 比如就是 就是 COPD 這種是一種 抗急傳藥物 或是 可能有 使用一些 傷滑的抗優異劑 或是一些 鎮定劑 或是使用一些 就是 鈣移植結抗劑 乙性 塑體結抗劑的 鋼血藥 或是一些 腹膠管神經抑制劑 或是 黃體素 這類都會 降低下食道過夜肌的壓力 那第二種就是 可能就是 死道淋流磨受損 那哪些會引起 那第一個就是 常見的 阿斯匹林 或是一些 非類固醇 抗鹽藥 死活黎素 葵泥丁 或是一些 雙淋爽 都會引起 死道淋流磨受損 那就是 如果有病患 同時有 服用這些的話 其實是 第一個建議它減量 或者去尋找其他替代的藥物 那哪幾類 會 就是 哪幾類的食物 盡量避免 第一個是 會增加胃酸的水果 那比如 柑橘類 那柑橘類 柑橘類的話 柑橘就是盡量少吃 然後 葡萄油 番茄 鳳梨 這個就是 能少吃就盡量避免 那第二類就是一些 刺激性的食物 比如 就是酒啊 龍茶 咖啡 辣椒 也盡量補藥 那第三類就是一些 甜食 比如 就是小可 巧克力啊 甜點等等 那第四類就是一些 比較不容易消化的 就是高脂肪食物啊 比如炸雞啊 薯條啊 一些 全子牛奶 盡量避免 那最後的部分啊 就是 當一個 就是咳很久的病人 來到診間的時候 那我們也是會去查說 咦 到底 咳了多久啊 咳的時候有沒有痰啊 那一天當中 什麼時候 咳的比較厲害啊 一般我們可以簡單的分類是 白天如果乾咳的話 可能就是 恐怕是 可能是一個慢性咽喉眼 那如果是夜晚乾咳的話 可能就是 要懷疑是不是一個 胃酸膩瘤的情形 那如果是不定時乾咳的話 可能就是要懷疑是不是一個 藥物或是一五個散除引起 那第二個是 如果飯水有痰的時候 白天的話 比較懷疑是不是有一個 鼻涕倒流的狀況 那如果是夜間的話 有 有 痰咳的話 就會懷疑是不是有一個 氣喘的情形 那如果不定時 痰咳的話 可能就是 要懷疑是不是有一些 肺部疾病 其實這些這樣講很簡單 可是 臨床都是會 同時 就是 合併在一起 比如他可能會有一些 鼻涕倒流 又合併一些 會算逆流的情況 所以臨床要去 個別做出診斷 其實是很困難的 那這個是 一個病患 如果 民眾 如果渴很久 一般是建議說 如果 超過 三個一半 都沒有 逃轉的時候 就會建議他去 來到 醫院接受 重複會死光檢查 那 當然是要先排除 是不是有一些 肺結核 或一些 肺癌的情況 然後再由 嘉義科的醫師 依照他本身的狀況 再轉治 其他的特別治療 那謝謝 大家的聆聽